大家好,现在已经入冬,大部分地区这个时候温度也非常低了 那么兰花它的一些病菌和害虫也变得不再活跃,而且活性下降 我们要趁此机会将它们一窝端 这样你的兰花在后期的生长才不会受到病菌害虫的影响 等到开春之后在病菌害虫大大减少的情况下,这株才能够长得旺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杀菌杀虫呢? 这个时候要做全面的杀菌工作 所以我们要用的杀菌药要比较广浦 而且杀菌效果要比较强,内息性也比较好 所以我一般这个时候用的都是好新鲜,奔甲笔作制 它对于大部分的真菌性病害都有很好的效果 那么杀虫的话,我们直接就用矿物油 因为矿物油它对大部分的害虫都有很好的杀灭效果 就连红蜘蛛也能够杀灭 它的一个杀虫原理比较简单 它其实也不算是药,它主要是油 然后它附着在这个害虫表面 它会将这个害虫给闷杀 也就是让它直接窒息死亡 所以它的这个杀虫效果会比较好 使用方法是什么呢? 我们取出一粒本甲笔作纸 然后将它兑上500毫升的清水 然后再在这500毫升药液里面 加上3毫升的这个矿物油 在装进喷壶里面将它完全搅拌均匀之后 给兰花进行整株喷湿 喷洒植株叶片正反面 还有盆土表面和盆面上全部喷洒到 这样杀菌杀虫才会更加的撤离 特别是大家想要把兰花移到室内过冬的 在室内通风比较差,温度比较高的情况下 也很容易导致这些病菌虫卵开始活跃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杀菌防虫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